男人望着熟睡中的妻子 长长的睫毛 高额的鼻梁 很是可爱 这是第一期近距离看着她 此刻那么睁开双眼 小帅却伪装成刚睡醒的样子 就在此时 电话铃声响起 正是小帅的斯安律师 原来今天是约定离婚的日子 当小帅走后 娜娜给母亲打出电话 诉说私母之谱 也让她记住自己的号码 随时联系自己 而就在此时 阔泰走了进来 娜娜从文化段 阔泰询问手机的来源 随即拿了过来 悬上了自己的号码 原来电话是昨天小帅 送给娜娜的礼物 娜娜很习惯 随即让小帅教自己使用方法 男人的温柔 女人的主动 举止间 全个屋子弥漫的温爱到背后 而另一边 扩大为了儿子早一点离开贝拉 煞费苦心 官方打开她的消息 竟然发现她有一个前夫 随即约见起男人 在前夫口中得知 前几日给贝拉一点钱 让她还债 但今天却不解 扩大约自己的目的 这天 那美两个妹妹 还是想对姐姐 学习来到扩大家中 三姐妹在楼上互到思念 而客厅喝茶的扩大 却听见楼上传来吵闹的声音 一脸的无奈 楼上的三姐妹 乔刚打到后 开始了她们的表演 等当三姐妹跳到开心时 小帅也温省赶蓝 看见此状 转身又走 随即被二妹一把拉回来 并送到姐姐身边 小帅刚开始有些不好意思 又要逃离 但再一次送到那美身边 在妹里的助攻下 不计二人天生共舞 而这样的幸福时光 却被柯太打断 她把那美叫到柯金 随即开始教导儿媳 此刻小帅见母亲 训誓自己的妻子 同时不满 发质疑母亲的行为 这时小帅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脸色瞬间大变 随即冲出门外 当她关门的那一刻 怪她露出一些死笑